好 明天的天氣如何 我們要來請教氣象主播老衛 老衛請說 來 侯德州晚 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 原時氣象在您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白天炎陽高照的好天替大家在戶外活動的話 有感受到這個熱情的陽光嗎 就今天的天氣來看 各地幾乎都是 情道多雲的天氣形態 整個天氣上的狀態都算是蠻穩定的 另外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就是最近幾天天色暗的時間是越來越早了 而今天恰巧也是二日節氣當中的秋分 也就是白天跟夜晚的時候是等長的節氣了 而之後秋天的氣息也會越來越濃 大家可以好好享受這個秋天的氛圍 在期待秋天舒適的氣息同時 也不得不提今天秋老虎似乎也發揮了 因為今天白天的最高溫是來到了 三十六點五度地點是在南投市一帶 而這溫度的表現還是偏熱一些 而且紫外線的強度也還是很強 未來幾天 大家還是得多多注意這樣的天氣現象 至於明天的天氣狀況等等 我們就從衛星雲圖來看看 未來的天氣變化 就圖卡的資訊來看 在我們附近的雲涼算是不多的 所以我們也預測明天水氣也少 所以各地大多是晴道多雲的天氣形態 降雨的機會不高 只不過這個白天天氣好 陽光大 紫外線的強度也就會跟著強 戶外活動的話 大家不僅要做好防曬的工作 對於眼睛的保護也不能少 特別是我們老人家 對於刺眼的陽光 可以的話就盡量戴上太陽眼鏡 減少陽光 對眼睛的傷害 另外颱風白海豚 目前是一個輕度颱風的姿態 持續地朝著日本來前進 隨著它越來越往北來移動 這個強度也就會更加地減弱 而關心完了天氣上的變化 至於溫度上的呈現 我們再從下一張的圖卡 一起來看看 這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明天晚間的時候 在華南地區 這裡將會有一道封面行程 而目前我們處在這個封面的 前緣的關係 溫度上白天算是滿暖活的 特別是在太陽露臉的時候 溫度感受上還是比較偏熱 預估北部的高溫有30度以上 而在中南部的溫度就偏高一些了 更可以來到34度甚至會更高 而入夜之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現在這個風向是以這個東北風為主 晚間的時候溫度會稍微地轉涼 不少人會覺得很舒服 但也要提醒西半部地區的朋友們 就是日夜間的溫差會很明顯 對於高溫跟低溫的落差 對於衣服上的這個穿著的話 就自己要多拿捏了 也要多費心 至於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會您整理的上海奇效 比諾的獅子牡丹跟滿洲最低溫降到21度高溫時 來到了34度多雲的天氣 太武來跟春日最低溫降到20度高溫時 來到了33度 三地門屋台跟馬甲最低溫降到18度 高溫時來到了33度 高雄的原鄉最低溫降到12度地點是在桃園 而高溫是來到了33度 嘉義的阿里山溫度是落在12到31度之間 現在就會最高接近到八成 南德的原鄉最低溫降到11度地點是在仁愛而高溫 是來到了30度 台中的和平溫度是落在15到30度之間 苗栗的原鄉最低溫降到18度地點是在南莊而高溫 是來到了31度 新竹的原鄉最低溫降到15度地點是在尖石而高溫 是來到了31度 北部地區來跟復興最低溫18度 高溫維持在31度 晴到多雲的天氣 宜蘭的大同盆南澳最低溫 高溫19度高溫是維持在32度 花蓮的部分 新城花蓮是跟吉安最低溫23度 高溫是來到了31度 秀林跟萬榮最低溫18度 高溫是來到了32度 首峰跟豐冰最低溫21度 高溫是來到了33度 鳳林光復跟瑞水最低溫22度 高溫是維持在32度 卓西域里跟副里最低溫到12度 高溫來到了32度 台東海岸線的部分 最低溫降到24度 高溫是衝到了36度 縱谷地區最低溫降到14度 地點是在海段 而高溫是來到了31度 陸也台東是跟北南 最低溫21度高溫來到32度 南回地區最低溫降到了20度 高溫是來到32度 多雲的天氣形態 雅美大陸族人的蘭嶼溫度 是落在25到32度之間 外島的蓮江金門跟澎湖 最低溫24度 高溫是來到了32度 旁邊的天氣 我們分為兩個部分來看 明天星期三 各地大陸是晴道多雲的天氣型態 天氣很穩定 拍天也稍嫌熱一些 而到了星期四開始 剛剛所提到的 華南地區的一道封面 就準備向我們通過 所以中部以北的地方 還有東半部地區 水氣不僅會增加 降雨的機會 也會跟著多了起來 另外北部 海南地區 跟宜蘭地區溫度 也會轉量許多 家中有長輩跟小孩的民眾 就幫他們多多注意 天氣上的變化了 這就是今天晚上 以及後幾天的天氣預報 祝福大家一切 順心平安